1975年,刘元帅因病卧床静养 得知消息的华老亲自赶到医院探望刘老 久病缠身的刘老预想自己很可能将不久于世 为此,他开始策划起自己的身后事 他招呼华老富尔过来,交代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 后来,华老将这番叮嘱告诉了邓公 邓公听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感激不已 那么,刘元帅到底留下了什么特殊的任务 刘邓二人之间又有着何等浓厚的情谊呢? 知晓历史事件纵横史迹风云 欢迎收看本次讲解 1947年,刘邓大军渡过淮河 进入了大别山山区,完成了千里越近的任务 后又兵分三路,挺进大别山 历时21天,行千里路 先后解放了11座县城 毛主席得知此消息后,高兴不已 在知刘邓二人的电报中写道 此等壮举,实为振奋人心,扭转了战局 使我党由防守转为了主动 但刘邓二人不要因此骄傲 还要为挺进大别山后的战士多多上心才是 收到电报后的刘邓二人 随即便开始商讨起了后面的战役策略 经过多重因素的考虑和结合 最终,两人决定 以内外线的形式相互配合行动 但大别山的环境极其恶劣 山路错综复杂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碰到国军的部队 为此,刘邓二人都很担心对方难为 都争着要去内线指挥作战 但最终,刘元帅还是拗不过邓公的执着 去了外线指挥作战 邓公告诉刘元帅 我还年轻,我留在内线吧 整个怀西大局还需要你的领导啊 刘元帅听完此番话,非常感动 直接将自己的整个警卫团留给了邓公 自己则带着一个牌去往了外线 在临走前,他反复叮嘱邓公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不要频繁活动,避免行踪暴露 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 但刘元帅深邃的眼睛中 却充满了不舍和担忧之情 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 成功解放了以徐州之蹦步为中心的区域 而刘邓二人也成了解放军中的最佳黄金搭档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 他俩是在挺进大别山后才有所接触的 但实际上,刘邓二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曾一起并肩作战了 刘元帅于1892年出生 邓公于1904年出生 两人刚好有着一轮之差 是一段妥妥的忘年交 但是,两人的革命步伐却是出奇的一致 邓公虽然年龄较小 但却比刘元帅早两年入党 二人都是在苏联留学的职业革命家 1926年,邓公结束了自己在法国留学 前往苏联,进入了莫斯科大学进修 而刘元帅则是在1927年的南昌旗爆发后 被中央派往了苏联 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经过三年的学习生涯后 于1930年被调往了上海 协助周总理完成中央的工作 而邓公则是在1929年之时 被中央调往了广西 创建红七军红八军 最终两人无缘在上海相见 但那时的刘元帅已经是享誉川中的名将了 对于邓公而言 刘元帅可以说是他追求革命道路上的榜样 1929年12月11日 百色起爆发 在邓公等人的领导下 成功击败了国军在当地的政权 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官方 开始了广西西部的工农武装歌剧 初步形成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一时间邓公名声大震 远在北京的刘元帅 对于这个小老乡也是早有耳闻 直到1931年 邓公和刘元帅 才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次相见 两个互相神往已久的人 见面之后 都给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邓公眼中 刘元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而在刘元帅眼中 邓公则是一个踏实稳重 富有朝气的小伙子 两人一见如故 颇有一股相见恨晚之事 自此 两人的身后友谊 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里 拉开了序幕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各路红军被整编 改名为八路军 受上级任命 刘元帅担任了1290的师长 而邓公则担任1290的政委 师长和政委 本就是战场上指挥作战的最佳搭档 也就是从这时起 刘邓二人 便开始了长达13年的默契合作 刘元帅负责作战指挥 邓公则负责出谋划策 二人互相配合的天衣无缝 邓公刚刚到任的时候 刘元帅已经带领1290 以太行山为中心 靠着有力的地形 活跃在了日军占领领地的后方 刘邓二人搭班后 为了更好地打开 济南边区的工作局面 一边派革命小组 前往济南边区的村庄县城 开展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的工作 一边开会商讨太行山的部署 准备再次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就在此时 老景下令反攻太远 为了牵制日军向济南进犯的步伐 更好地配合友军作战 刘邓的1290 受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其中1290所有兵力 刺激殲灭日寇 最后 刘邓二人便针对日寇的途径路线 进行了战略部署 最终决定在长生口打一波伏击战 1938年2月21日 1290悄悄潜入了景京县吕家村 4日 刘邓二人命令1290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在长生口设埋伏 另一部分假装攻打鬼子的据点救关 当景京县内的鬼子 得知八路军在攻打救关的消息后 果然上当了 立即派遣200多个鬼子 乘车前往救关增援 而长生口正是景京县到救关的必经之地 当日军的车辆到达长生口 进入到我军的伏击圈后 刹那间枪声骤起 日军直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等缓过时来 200多个鬼子已经死伤大半 剩下的残部也无力抵抗 最终 长生口伏击战以胜利告终 缴获了鬼子不少的武器弹药 同时 这也是刘邓第一次合作指挥作战 首战告捷 随后在他们的指挥下 又先后开展了伏击神头领 伏击响堂铺等战役 他们配合默契 指挥得当 让战士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同时 这三场战役的胜利 也为进击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6年6月 解放战争爆发 为了推翻国军的统治 解放全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各部队相继在中国各地 与国军展开了激烈斗争 为了赶走西北地区的国军 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7年8月 党中央命令刘邓二人 带领第二野战军 千里挺进大别山 自此 第二野战军12万人 便浩浩荡荡地 踏上了征途之路 就当刘邓大军 走到辱河北岸的时候 遇到了追兵 但前方是湍急的水流 根本无法行军 一时间 刘邓大军陷入了 前有狼 后有虎的两难之境 在这危机关头 刘元帅果断决定 率先出击 以攻为首 冲破敌人的包围圈 面对这个凶险万分的决定 其他指挥官当即表示不赞同 他们认为 敌人火力太过凶猛 我军突围出去的可能性很小 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为了让刘元帅这个计划 能顺利实施 邓公便给那些指挥官 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 顶着巨大的压力 配合刘元帅完成突围 这项计划对于他们来说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为了给这项计划上一个双保险 刘邓二人决定分开作战 在临别之际 刘元帅还将自己的整个警卫团 留给了邓公 还嘱咐电台 要随时与邓公保持联系 为了能时刻确保邓公的安全 刘元帅每隔一会儿 就要通过电台询问邓公的状况 唯恐邓公会遭遇什么危险 也正是因为 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和坚定不移的信任 这才有了后续挺进大别善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 刘邓二人受党中央指示 在此双剑合璧 率军南下 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在此期间 两人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次困难 甚至还有直面生死的险境 但两人携手 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 在枪林弹雨之下 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入死 为两人的身后友谊 勾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连他们的老部下都说 刘邓就是刘邓 这俩字之间 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进不去 到了1950年 为了培养大批的军事人才 刘元帅奉党中央的命令 前往南京筹办军事学院 而邓公则需要继续留在西南 完成建设工作 这两位协同工作了13年的老搭档 也因此分离了 双方都表露出了不舍之情 分别之际 刘元帅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送给了邓公 邓公将此当成了自己最珍贵职务 一直放在离心口最近的口袋里 虽然两人身处两地 完成着不同的工作 但那种互相牵挂的情谊 却久久没有散去 一直萦绕在两人的心中 因为邓公要比刘元帅小很多 所以身体素质方面 要比刘元帅好一些 在两人协同作战的时候 邓公为了减轻刘元帅的压力 主动承担了泥草报告 传达作战指令的工作 还经常值班到半夜 只是为了让刘元帅 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为了避免刘元帅休息时被打扰 邓公特意让警卫员 把电话线拉长到院子里 自己则经常半夜披着衣服 起来到院子里接电话 为了方便刘元帅晚上看文件 邓公还经常嘱咐警卫员 要备好煤油灯 在摆团大战的时候 因为要尽早制出作战计划 于是刘元帅就彻夜观察地图路线 因为那时的军事地图 都是按照五万分之一的比例制作的 所以上面的标注文字 特别小 因为是晚上 再加上刘元帅的视力也不是太好 所以看起来十分费力 邓公为了不让刘元帅那么辛苦 就自己举着蜡烛 跟着刘元帅的手指一动 到了手指停下之处 邓公就把上面的标注给念出来 警卫员看到这一幕都不禁感慨 刘邓之间的友谊 还真是世间罕见呢 虽然我们常说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但这些细节里 却处处透露着 邓公对刘元帅的关怀 当然 刘元帅对于邓公 也是关怀备制的 当时邓公被上级安排 要去太阅视察工作 临走之际 刘元帅那是千般不舍 万般嘱托 又是整理领子 又是交代琐事 向起了送自家孩子出远门的家长 直到邓公坐上车远去 刘元帅还站在原地 眺望车辆离去的地方 他的心里依旧不放心 于是立刻让警卫员 通知那些邓公要经过的地方机关 要第一时间 将邓公的情况反馈回师部 即便是做了如此周到的安排 刘元帅还是放心不下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彻夜未眠 直到第二天 收到邓公安全到达的消息后 才彻底放下心来 还有当年日军大扫荡的时候 刘元帅受上级命令 带着部队和后勤机关进行转移 那时 所有日军部队都在疯狂找刘元帅的踪迹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 刘元帅还是关心着邓公难危 直到得知邓公安全的消息后 才松了一口气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邓公和刘元帅之间的情谊 已经不能用友谊来定义了 说他俩是手足亲人 都不过分 虽然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常年的出生入死 已经将两人之间的情谊 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刘邓二人 不但自身关系好 家庭关系也不错 就连邓公儿子的名字 都是刘元帅亲自起的 所以说 刘邓是一家这句话 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为了能打听邓公的消息 刘元帅经常把陈元帅 叫来家里做客 每每听到邓公不太好的消息时 刘元帅就担心得不得了 但却又无计可施 只能自己在心中焦灼 后来 邓公去往了山西主持工作 这两个老伙计见面的机会 就更少了 刘元帅只能每天待在家里 思念着远方的老伙计 几年后 刘元帅曾经在战场上 留下的伤疾复发了 身体每框愈下 不仅大脑开始无法思考 就连最基本的身体协调能力 都受到了影响 甚至一度丧失了生活自立能力 为了能让刘元帅好好恢复 他的家人将他安排进了病房休养 此时的刘元帅被重病缠身 身体整日整日的疼 但每天嘴里念叨的还是邓公 1975年 华老亲自来到医院看望刘元帅 当他进入病房看到他的时候 不禁愣住了 眼前这个老人一脸憔悴 脸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 华老不禁热泪盈眶 立马上前拉住了刘元帅枯瘦的手掌 询问他 可有什么心愿和需要 刘元帅荣马一生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大风大浪 他的双手 不知道结果了多少个侵略者 而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为了成立新中国 如今到了晚年 心愿也都实现了 所以就刘元帅个人而言 已经没有什么期盼和执念了 在他心中唯一放不下的 依旧是邓公 刘元帅握着华老的手 浑身颤抖 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我走了 一定要让邓公来为我主持追悼会 否则 我宁愿去荒郊野地 也绝不禁八宝山 1986年10月7日 刘元帅与北京病逝 老友邓公为此悲痛万分 在刘元帅追悼会的当天 邓公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来到了现场 刘元帅的妻子汪荣华 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作为刘元帅的诊鞭人 他是最清楚刘邓情谊的 他也知道 自己丈夫的遗愿 终究是没有落空 最终 追悼会按照刘元帅的遗愿 由邓公来主持 作为多年的老友 邓公无疑是全场最伤心的那个 他对着刘元帅的遗体去完工后 并没有离开 而是久久地矗立在原地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邓公身上散发出来的悲伤 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1986年 刘元帅的家人 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的骨灰 洒向了广阔的太行山里 那个地方 是他曾经厮杀过的地方 也是他和邓公 相知相识的地方